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个加瓦原生的 然后这个API制定的这个网关 然后呢它有很多这种功能性 然后呢右侧的那一块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简化以后的架构图 然后左边这个我列了一些 比较好一点的功能扩展点 比如说它的Foxy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协议 比如说有APPA-Double的 什么Cloud的MOTA WebSocket,TCP,RDP等等这种协议的代理 第二个呢它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它是不那的 这个呢管控面呢就去可以控制 整个网关流量的一个配置 第三个呢就是对于整个API的一个治理 API的治理呢就可能我们知道一个API 它可能有很多这种参数的一些修改等等 溶断啊泄流啊等等相关的 主要是API的一些治理 第四个呢肯定就是可观的信用平台 就是神语的话作为一款API网关 它需要去治理很多像这种Trancyon Metrius啊Logan 这种治理的一些东西 最后一个我列了一下就是 整个神语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 就是它是一个可插拔的 动态的动态加载的这样一个理念 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神语是什么 对在这呢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神语的一个过往的一个历史 神语的话大概是我18年的时候开始写的 然后呢在19年的时候呢就是之前啊我刚才说了之前它的名字不叫神语叫塑 塑这个之前名字叫这个 然后呢刚开始是叫这个名字 这是因为要进到阿巴基基金被孵化 因为我们这个塑尔科现在有科技公司是吧 有知名的一个APP有点聪明是吧 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呢就把它改名成神语了啊 所以说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到2020年 在一段时间就是发展的比较好 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有100家的contributors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就是整个贡献者越来越多 然后呢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项目发展 走一个比较正规化的一个社区治理的过程 是吧 然后呢决定了就是把它捐给了阿巴基基金会 去进行孵化 然后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毕业成为了这个阿巴基的顶级项目啊 一直到现在 这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 第三个的话就是简单列一下就是目前神语在整个它的一个社区的一个 就是它社区健康度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现在神语的话有350家的contributor是吧 你看从我刚开始2018年我一个人写到现在是吧 增长还是非常可观的 我们的整个的有24个PMC和20多个的community是吧 commit可能在写错了吧 然后呢这个24个PMC呢 明白了是来自于差不多20家公司 就是应该是20多家公司的这个PMC成员来共同的去治理整个的神语的社区 并不单单其实我想表达意思就是这个项目是一个纯粹社区性质的 并不是说有哪一个项目去哪一家公司哪一个个人去能够掌控的 然后呢整个的贡献度从浮化到现在是3000家的PR的量 然后呢衣袖也很多是吧 芭蕾很多试版 然后呢有很多100家的公司在使用 左边的那个右边那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增长曲线 增长曲线大家很明显看到就是在 20年就是19年到21年在进浮化器这段时间其实它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 就是从进浮化器到我们目前现在是吧 你看都是一个往上走的这一个曲线 尤其是刚刚进浮化器那一段时间是一个笔直的向上走的 这个就可能来源于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阿波奇基金会的一个品牌的影响力是吧 因为现在阿波奇基金会可能很多人都想来参与贡献 第二个呢就是项目本身的一个理念和一个治理的情况 这理念又分为两个 一个呢就是我项目上手的简单的 项目上手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程度 假如说我是一个很厉害的项目 或者是阿波奇基金会的一个项目 如果它的项目入门门槛很高的话 那其实是不利于整个项目的发展的 对吧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你项目要做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源项目的话 就是你整个项目的扩展性的一些设计要非常好 你能够让别人去扩展你 你也能够让别人能够更好的去参与 是吧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技术可能都是有限的 我可能只擅长做前端 我可能擅长做后端 我可能擅长做架构是吧 我可能擅长做其他的 你需要把你整个项目有一个很好很明显的一个层次的划分 能够让别人能够更容易的去参与你这个 而不是说就是这一些讲到我们这个技术的就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 对你项目一个把控设计的能力 这也是比较重要的 尤其是对于一个就是开源社区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部分就是讲一下就是整个神语在浮化过程中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就是我带来几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就是很多社区的一些项目会把它专给阿发提基金会 是吧 我相信可能国内有很多项目或者是项目的作者都很想把它专给阿发提基金会 是吧 所以说你要问自己为什么 为什么我想把这个专给阿发提基金会 是吧 这个首先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点 是吧 如果你 你一个项目在一个公司名下 还是在你个人名下 其实呢你会形成一种壁垒 就是让别人觉得 我给这个项目做贡献 是在给你打工或者是给你公司打工 所以说我们需要找到一个 比较第三方的一些中立的机构 比如说基金会这种方式来够做中立一点的这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我们每个人的热情都是有限的 我给到一个基金会以后 因为基金会它是一个很广阔的很广大的一个群众 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是吧 有各种的技术大佬也好 社区运营的大佬也好 就是它可以持续的去帮助你这个社区 去持续的往前推进 是吧 而不是仅仅的只是把代码开放出去就完事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想大家分享的就是 什么是阿帕西位 是吧 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这个会场上 可能很多的讲师都讲过 是吧 我们到处都是阿帕西的标志 什么是阿帕西的位 可能每个人都会有 有不同的理解是吧 什么公平啊公正啊 是吧 等等之类的 其实我的理解很简单 就是对于一个项目的作者也好 就是你项目的控制方 或者叫管理方也好 就是阿帕西位代表什么 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项目 当成一个社区性的项目 不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项目 你通俗地讲就是国内 就是我们很多开源作者也好 就是很多公司也好 他对这个代码的这个把控度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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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态化的 就是他觉得这个代码 尤其是一个项目做的也好 他觉得这个代码是我写的 是吧 然后呢我对他有很强的掌控力 其实我们都知道做技术的 尤其是做开源的 那个代码是毫无意义的 对于开源社区来说 所以说呢 什么是阿帕西位 我的理解就是 你就是需要把这个项目当成一个社区的项目 而不单单仅仅当成是你一个人的项目 和你一个公司相当的一个项目 是吧 这个是我的一个理解 当然呢 有这一个出发点以后呢 你发现 你接下来很多的事情的运作 你会发现会很好 是吧 比如说我们就慢慢出来 就会衍生出来很多一些机制 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什么问题 遇到一个什么Future 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去 进行一个平等的一个沟通 而不是说我命令你 而且我觉得 而且很多在这个讨论过程中 没有 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个讨论 没有说 我是Commit 我是PMC 我是做的 我是什么之类的 我这个权限 我就能够去否定你 我就觉得你不行 是吧 只有你把自己的这个心态 和这个理解 调整到未来之后呢 你去核社区的很多开发者 或者是去沟通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种 这种意识 你就会慢慢形成这种意识 对吧 对 这个是我自己理解的一个 Apa Gateway 我相信就是像这种理念的 我希望就是国内 很多这种开源社区也好 是吧 开源作者也好 也慢慢的 像这一方面去转变 是吧 有这么好的一个Apa Gateway 为的这种方式 我们能够好好的去转变 这种方式 就是为什么Apa Gateway 基金会里面的这些项目 为什么这么多年 长久不衰了 是吧 它肯定是有 它的一套很好的机制在里面的 然后呢 就是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就是 捐给Apa Gateway基金会之前 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尤其是我们有一些项目 正在寻找 把这些项目专给Apa基金会 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有一些个意愿的 或者正在做的是吧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 一年就是需要去找到 Apa Key的这个导师 是吧 也叫Apa Key的IPMC 应该P的PMC 因为现在最近几年 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开源 已经起来了 目前我们国内应该有 50位左右的Apa Key Member 这些Member的话 是可以通过自己Member的身份 自动申请 就可以加入成为IPMC 所以可以理解 Apa Key Member 基本上都不会是Apa Key IPMC 你需要去找到这些IPMC 来帮你做导师 来帮你引诫 进入Apa Key基金会 是吧 第二个呢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 我这里写的是 你要检查你的项目的license 就是你需要 你需要看你这个项目 你的一些依赖引用 如果我是有些项目 并不是所有 我现在澄清的 并不是所有的项目 都是适合Apa Key金会的 比如说 有些你的项目的 里面的一些依赖 一些代码 我就是强依赖于一些 像GPL协议等等相关协议的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就不是适合 专给Apa Key金会的 所以你要找到自己 要梳理一下 自己项目的license 和自己项目的一个定位 并不是说 所有的项目 都是适合Apa Key的 对 第三个的话 就是 你要构造自己的社区 对Apa Key基金会来说的话 社区 就是大家都听过一句话 就是community over code 是吧 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大会的主题 就是 就是有很多人 对这个community over code 有不同的理解 有些认为 有些认为就是说社区大于呆忙 我等于等于 执意过来就要再做 但是不完全对 我个人理解是不完全对 是吧 但是呢你需要去build 你这个社区 你build 你这个社区呢 你就 你就是需要 就是需要 要做的事就是需要 找到一般 至同道合的人 来帮助你 去一起去做这个项目 是吧 然后呢 你把这个 去借行这个Apa Key 在学位的这种过程中呢 就是你需要去 当然这个 找到你的贡献者 有很多方式 是吧 大家都可以通过 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渠道 是吧 写文章也好 写视频也好 是吧 发视频也好 通过各个频道的 新媒体运营 是吧 现在有很多渠道 你可以去运营 你可以宣传自己的项目 是吧 假如说就是你这个项目 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 非常就是大家多受喜爱的 是吧 我觉得就是 而且别人又很需要的 是吧 你被需要 所以说才会有很多人 来参与你这个项目 就好像神韵一样 因为它的定位 是个API网光 有很多公司在使用 是吧 有很多公司在使用呢 那它就有用途 有用途了 就会有很多人来研究它 研究它 发现 好像代码写的 有点问题 或者是有很多功能 学会往上 是吧 然后呢 它会就去慢慢去帮助你 那这里有个问题就是 别人为什么要帮你来做这个 这个就是 别人为什么就是 发现你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来帮你做这个事 这个就是我刚刚之前讲到的 就是你这个社区 是构建在一个什么样的 认知和基础之上 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项目的作者 还有什么PMC也好 就是不要把自己变成整个项目的瓶颈 是吧 不要把自己变成整个项目的天花板 因为在整个开源社区里面 这么大的一个人群里面 比你厉害的 多的多 真的比你厉害的多 因为我做过声音我就知道 我就 虽然最开始的那些代码是我写的 我就发现现在 后来就是有很多人的一些想法和写代码的水平远高于我 是吧 也能够帮我改正我很多的一个很多的一个错误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理念 你需要把这个理念给灌输一下 我觉得国内做开源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这个理念灌输出去 说白了一点就叫放船 是吧 说好听一点就叫估计社区 说白了 就是有很多事情 你不需要去太严格的把控的 就是社区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你有问题 没关系 只要这个社区有人就一定会解决问题 你实际上要相信这一点 有人就能解决问题 对 第四个呢 就是你如果要进阿法基基金会的话 你需要准备一些写一些proposal 是吧 就是你的一些提案 比如说这个proposal的话 可能稍微有点复杂 就是你需要去准备就是 你和阿法基一些其他相关 项目一些相关 有没有相关性啊 会不会重复造轮子啊 等等之类的 包括你的license是什么样的 你的初始化的团队成员是怎么样的 你的定位是什么 你未来要做什么 是吧 你需要给自己给别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 让别人能够认可你 能够来帮助你的这样一个proposal 对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对 接下来吧 就是可能就是在浮化过程中的一些 在incomputer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东西 是吧 比如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去订阅这个 接下来的这个邮件链表 我们需要把我们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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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众 对当然了就是你接下来就是要做的一些事情 我相信如果做过阿巴奇的应该都应该知道 是吧 但是呢 在阿巴奇的邮件链表呢 我们有一点讲究的就是任何的一些回答 回复也好 都是比较友好的 是吧 就是不要上去就怼人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 其实还是一个 就是你要一定要建立在一个 和你公平对话的一个基础上 你才能够 是吧 你才能够很好地去沟通这个事情 是吧 这个其实 这个是阿巴奇今天会特别强调的 一个就是评论 评论的对话 不会因为你任何的社区的一些title 你就会比别人高一截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只是你的title是由你做的贡献获得的 这个获得呢 代表的是你的过去 是吧 不代表你所用的一些东西 有时候就 最无非就是 像我们什么PMC啊 Commit啊 或者是PMC Chat啊 Member啊 其实这些都是你的一个title 是吧 没有什么任何权利的 是吧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产生 这样权利的地方 它本身就是一个平等的一个社区 比如说Commit 比别人无非多的 就是一个代码合入的权限 PMC呢 无非就是对你这个项目发版 能够进行一个投票的权限 那PMC Chat呢 其实和PMC差不多太多 它只是一个负责你整个项目 一个社区的 向董事会发报告的这么样一个人 是吧 其实它也没什么权限 对 所以说在Application Chat 虽然它分了什么Member啊 Chart啊 PMC Commit啊 Contributor啊 但是呢 它这些更多的只是它的title 是吧 相对来说 大家可以把这些都给入化掉 是吧 没有必要很在意这些 这些title 我就发现就很多人 做开源的人 特别就很在意这些title 其实当你做过来之后 你就发现完全不用在意 就好像我 我去给其他社区贡献代码一样 是吧 那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 第三部分呢 就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是假如说你一个项目 要想从阿瓦基金会毕业 你应该要从哪几方面去努力 第一个呢 我写的是这个Project Project呢 就是主要的 判的一个标准呢 就是看你的 整个项目的一些架构设计 就是 还是和之前一样的 就是你的架构设计 足够好的话 你的代码足够规范的话 你的PR和医术数量 等相关的一些东西 你需要把整个的 给它活跃起来 是吧 比如说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如说你整个社区的治理 没有治理 比如说 我上来 就给你提一个PR 是吧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什么title 没有什么解释性的东西 那像这种 那别人是 不太能够看得懂的 不太能够理解的 所以说你对整个社区的治理 包括你对你的PR也好 你应该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规范性 是吧 这个规范性呢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就我刚说的 就别人能够看得懂 是吧 我能够看得懂 你做了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以后我们在发版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梳理 我们这一个版本 到底做了什么事 是吧 你如果有很好的一个 template 我就能够很好的去把整个的梳理出来 还提医术也是一样的 是吧 每个社区我觉得这个医术也是很关键的 我不可能上来 啥都没说 我就 我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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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医生 我也不说我什么问题 我就说我哪里疼 我就说我这里疼 我也不说我的一些症状 是吧 那别人怎么能够给你看得懂呢 对吧 像这个其实在治理社区的时候 一定要这些 其实是一些很规范性的东西 是吧 而且呢 在国内来 就是像这个医术这个 我深有感觉就是 很多的一些使用者 用户也好 就是 开发者也好 就 并不一定会按照这个 所以说这个医术template 我觉得要非常的简洁 能够表达出来 不要太防俗 不要太惨 我还有一些项目 它那个医术就非常的惨 我需要把我所有的一些东西 都给列进去 然后别人才会处理 我想 这个我觉得需要跟各个项目 开源社区 做一些灵活的一些处理 Lulamap的话 我觉得就是 对于一个 你想要毕业的一个项目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 你会 你给别人 给别人展示的是一个 给别人一种什么 一种什么 一种什么 状态呢 就是 我这个毕业不是为了毕业而毕业 我是 并不是一锤子买卖 我在 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还要继续去做这个事情 是吧 给别人看到 给别人看到你还有 继续动力 来继续做这个事 而不是为了毕业而毕业 一锤子买卖 是吧 所以说呢 就是有很多这种 你的Lulamap 我觉得 我觉得 你在你整个社区要讨论好 你整个社区 未来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规范 是吧 一些非诚 一些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 需要你去和社区和开发者一起去讨论 把这个制定出来 是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整个毕业的过程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你需要给别人看到 我将来 我毕业以后 我还要做什么 是吧 不然的话你想想 就其他导师 如果觉得你只是为了毕业 别人虽然给你投加一票 其实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是吧 这个呢就是我 简单介绍了一下 就是神语的一个 社区的一个治理的一个东西 是吧 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很多开发者 来参与开源 是吧 做阿发系项目也好 做其他的开源项目也好 包括一些学生 参与一些 一些各种活动 是吧 等等之类的吧 相关和开源相关的 我觉得 第一个 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 我需要使用这个开源项目 我需要获得一些帮助 是吧 是吧 这个 或者呢就是 我是一个社区的主导者 我需要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我需要去帮助别人 是吧 帮助与被帮助 是吧 这个是很 第二个呢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整个价值的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做开源呢 说白了 其实 需要有一种荣誉感的 做的 在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 荣誉感提供的哪方面 比如说我做这个事情 我很开心 我很开心 我非常开心 然后呢 我帮助了别人 我很开心 或者呢 我做了这个事情 我获得了title 是吧 获得一些贡献者 或者committer committer 或者PMOC 这样的title 我很开心 是吧 这样的话就会 这种荣誉感 我觉得荣誉感 对于做任何件事情 都非常重要 一些是做开源来说 是吧 其实他需要有这种荣誉感的人来做这个事 他才会有动力来继续去做这个事情 是吧 这个其实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做开源的时候 你需要去找到自己的一个价值 就是每个人做开源都有自己的动机 每个企业都有 每个人都有 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价值 这个价值体现在上面 这个就有不同的理解了 是吧 就有些人就是 我需要荣誉 有些人就需要 我就是 我就是 关注别人很开心 或者就是呢 我就需要在这个社区里面去熟悉 我就是要学习技术 是吧 等等之类的 像这种的话 我觉得都是 你需要去找到自己的价值 尤其是我们运营开源社区的时候 我们运营的时候 能不能 让底下观众 或者说我被运营的对象 能够 体会到 我给别人带来的这个价值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社区的一个理念 就是平等和信任是吧 平等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 是吧 就是我们两个 这个瓶水不像红的 我和你收平等 说很多东西 其实你都是 你都是 你都觉得我是 乱手的 是吧 其实信任是最重要 信任就是 我之间 如果有这个信任的关系的话 其实很多事情做起来就是得心应手的 那这个信任是怎么建立的呢 是吧 就需要通过你社区的整个的理念去旷输 让别人感觉到你 哎 我在你这个社区待得很开心 我把你贡献的代码我也很开心 是吧 等等之类的啊 你要把这个机制给建立起来 是吧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神语社区去做的时候呢 我把它写成呢叫一个Listener Listener就是 是吧 这个Listener就是我们倾听 就是我们去做一款社区也好 无论是我们是主动的 一般都是主动的 我们去运营一个社区 你需要去听 倾听你的用户 你的开发者的声音 是吧 他们到底是需要什么 比如说 我需要一些新功能 我觉得你们 我提的PR的速度 你们合得太慢了 我提的衣袖你们也不给我解决 是吧 我觉得需要去倾听别人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呢 会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会召开一个双周会 在这个双周会上面呢 我们整个社区的人都会来进来参与 然后自由的去发言 比如说我遇到了开发过程中 我遇到什么问题 我使用过程中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可以尽情来进行讨论 像这种周会形式的 其实或者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开源设计界点 各种IG的 是吧 这种兴趣小组 都是可以的 主要就是让别人 我做这个事情 别人能够 我做完之后 我得到反馈是什么 我们需要去倾听 就是来自社区的一些反馈 我发现有很多项目 就是他也不听 就是我别人给他提意见 反正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去做 是吧 怎么之类的我也不去弄 是吧 这个倾听呢 就下面 体会在下面的几个方面 是吧 一个是你可以去做一些双周会啊 然后在你的衣袖上面 是吧 很好的和用户去沟通 是吧 然后呢在你的游戏店表 去做一些沟通 是吧 等等之类的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 作为一个项目的运营方 就是你在运营整个开源社区的时候 是吧 一定要保持 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一定要把整个项目 当成是一个社区共界的项目 当成是一个大家的一个项目 是吧 就比如说这个神明是我的项目嘛 那不是 那肯定就不是我的项目 是吧 那肯定是整个社区的 是吧 那你说有问题 都是我一个人去解决嘛 那也不是 有很多的贡献者 是吧 有很多的这个 会来一起解决 对 你要把它打造成这样的一种生态 它才是一个 政府的 政府的 治理的这种社区 是吧 就好像有很多 有很多会把它打造成一个 独裁的社区 或者是什么 什么说 都要你说了才算 其实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尤其是阿巴西的社区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 最后我这样分享的就是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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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